各位联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台北的天氣 一下子冷 一下子很熱 像今天的天氣就好像夏天一樣 可是有一些人體質不好的 可能很容易感冒 所以我還是希望大家 要來拜佛自己的身體也要保養好 楊皇第三天了 你每天念到這個燦魂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想 有每一個唱 就說我這個要懺悔什麼 要懺悔什麼 你有隨文觀想 去檢討一下自己嗎 還是認為 有拜佛菩薩就有加倍 台灣有一句俗語說 不拜都剝比 真的是這樣嗎 很多人在拜的時候很熱心 每一次法會必到 然後呢 就是說我只要有拜 不管我拜完了以後回去我怎麼樣 那樣 佛菩薩一定會加倍我的 就像我們每天過去 亞洲國那邊 每天都會念 災心退度 佛心靈 我的一切災難都會沒有了 然後不報都到我身上來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來學佛最主要的 是說我以前造的月一定會有火爆 可是我在半途 我進來學佛以後 了解佛的道理 我有沒有去想 真的我以前做這些很不該 像我未來我自己的身體 要去吃那個動物 那些動物呢 在我的面前多慘教 我都認為 沒辦法我身體不好啊 所以我一定要吃 等我吃好了以後我再不要吃 可是現在我們的身體受到很大的痛苦 人家說 是什麼東西來找你算帳的時候 你還想 我十年沒有吃啊 或者我五年沒吃啊 我多久沒吃啊 而且我有去拜拜啊 我有幫他寫啊 為什麼他不原諒我 你在辭做的時候 或者你拜的時候 有沒有去想到 被你殺的眾生 多痛苦 你不是說對不起就好啦 要想到他們的痛苦 從今以後 我不要再去傷害這些眾生 也許呢 慢慢的去彌補 可以中月輕爆 可是我學活這麼多年啊 只要有人來我都講 有些經常來的人都會講 師父這句話老生常談 講到我們大家已經 沒有感覺啦 不痛不癢啦 還是都是講這些 可是的確 我出教五十多年 我學活六十多年 我看到 到佛堂來學活的人啊 還是一樣在 跟以前一樣嘛 只是說 我幾天我要拜佛啦 像有些道教的人 他說 做清教 就是那幾天全部都吃素 到最後一天 就可以大殺 像 跟那個馬祖出去遊鏡的人 也是這樣 不只這樣 我最近看到有幾個 我覺得心裡很難受的事情 我這一輩子啊 不是因為怕花錢 因為我到外面 其實我覺得太不健康 所以不只當初我到台北來 華滿寺他們就想 師父好難得有上來一次 叫我到那個外面去吃 都叫整桌的 我都說 如果我們在道場 隨便吃一下 我倒可以吃一些 如果到外面 我不喜歡 因為他們大概都是很客氣耶 師父是客氣 可是很慘啦 他出第一道菜 我就開始講了 第二道菜 第三道菜 從第一道斜到最後一道回來 大家都不太高興 可是我有沒有辦法呢 我偶爾到出野門的時候 那些土地們 大家肚子都偶爾了 師父 好歹我們進去吃那是素的嘛 那有時候我們到的時候 人家已經快要結束營業了 或者是人家剛剛開始營業 我們坐在這一期吃 我們看到有幾個人 還沒服務人 坐到那去吃 你在素食管精靈 你應該吃素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你要去後面洗手間 一看蛋啊炒蛋啊什麼什麼 都是昏的東西很多耶 一看 他們想你看什麼 我們是職員 我們是來這裡做工作的 那是賺錢的 我們都是吃昏的 最後怎麼樣 最近 才四五個月吧 有一位居士 他是無肉不歡的人 後來他的母親出來的時候 就告訴他 說 我因為殺雞殺很多 所以後來炮金證證 我不知道耶 你也帶我到醫院裡面去 可是 怎麼醫都醫不好 等到我快要斷氣的時候 我快要斷氣的時候 看到我殺的雞跟腰 就是他還沒有斷氣 那個血已經都滴完了 那個腳都一直在發抖 他才跟他的兒子說 你們絕對不能再吃 再吃你們也是 身體已經出問題 那位居士呢 他在到我們道場以前 有沒有去道場 有 去很多道場 而且是去做生意 當然啦 在那個道場也捐了很多 可是 不管到大陸去也好 在台灣 他去道場裡面 沒有在道場吃 而我到外面去吃比較方便 到那一天 他的爸爸也出來了 爸爸是癌症 那坐在輪椅上 因為媽媽出來以後 他說爸爸有沒有來 他說 你爸爸 你們又不是都不知道 他腳不能走路 這兩個都是跟他父母 在世的時候一樣的 他相信了 從那天開始 他叫他的弟弟 跟他一起發院吃素 他了解了以後 他很認真喔 跑到哪裡去 他就這樣 你在這個道場那麼久了 為什麼你現在還不出宿 要出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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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人他就叫人家出宿 那個人不太醜的話 他也講 我已經很慘耶 現在我跟妳講 妳也不聽 好 他到每一個出宿的地方 他一看 不如理不如法 也還有大腦 還有其他東西 他就跟那個老闆講 妳們不能要用這個東西 有幾個地方 說願意改 他很歡喜 好像說 他要救幾個做宿舍館的人 然後呢 我實在在家裡很忙 突然間接到一個電話 他說 師傅 我是在某某宿舍館 你看這個是那個老闆 是他的董事長 說實在的 那個用這個手機 看那個LINE上面的那個 有影像的 或者是用Facebook Facebook 也是沒有辦法看清楚 我說喔喔喔喔 他說師傅 真的他因為 裡面沒有蛋沒有奶喔 他願意改喔 你來好不好 我是點點頭 好 我有機會再去 有一次呢 我到中部 去看一個展覽 而這位居士呢 他知道想怎麼樣 叫我到餐廳去 我是都絕對不會去 十一點多鐘 他就跑到那個展覽場 把我堵下來 就是硬綁架的啦 綁到一個到那個餐廳去 欸 我覺得那個老闆娘 真的很不錯 嗨 願意改 我這個人 原來都不想到餐廳去吃的 我一看到欸 如果有一個地方改到很乾淨 應該想吃素的人 不會去跑到那個 有肉色食品的地方去吃 變成我非常認真來推動 來推動那個 欸 大家如果要吃素 要在外面的餐廳 我不是叫他們自己家裡 不要動鍋子啦 我就說 如果你們到外面去吃 那一家很好 變成我義務在宣傳的 那個老闆娘也是 那個董事長 他也是很用心 然後呢 有一天 他就帶來一個 那時候還是農曆的企業 很多人在共生 他就帶來一個共生會 現在還是什麼居士會 還是青年會的一個會長 到我那個地方去 他說 師父你能不能救救這個人 他在佛門當中喔 從開始有共生以來 每一年他都做會長 然後跑遍全省 可是最近他身體不好欸 他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嚴重到什麼程度 我們激光市有一位許居士 他是一分鐘可以渴八十幾下 他渴了十幾年 因為到我們那裡 那個信念的改變 馬上就好了 那一位會長呢 他說 三年多以來 一直在咳嗽 一直在咳嗽 然後已經上了三次的加護病房 我說你們有業障 自己要什麼 而且他 最少親近台灣的幾百個 幾千個道場 時間也很長的啦 十幾二十年了 應該他能夠聽很多法師幫他 講開示 可是那一次他到我那裡以後 我不知道 今天來喔講一講 明天回去以後就進加護病房 他們家的人就敢來說 師父昨天還好 今天已經進加護病房 竟然有人說 這個人在佛門清靜那麼久 有沒有吃素 有沒有吃素 他們家的人說 這是嗚嗚啦 後來我說 你們是不是很 蛋奶是常常吃的 那其他東西就是水眼 到哪裡有魚也吃魚 有肉也吃肉 他不敢不承認 我說你們自己 發心看看你們的心發到什麼程度 如果好了以後還要吃 你就不要再活潛乖 很奇怪喔 已經好幾年經常進加護病房的 他的太太那天 那個董事長就說 他們太太好 為死也靠都回來 我說你是因為你有功德 希望佛菩薩加倍你還是什麼 他們說沒有 我說如果他們還要吃一口眾生肉 佛菩薩也沒有辦法 說因為你經常舉辦公生館 我就讓你延長壽命 他就能夠兩天以後 從家戶病危 人家通知是病危的 能夠讓他出來 好 後來這一位董事長他很熱心 他說我也讓我們那邊的大廚 來見見師傅 看看怎麼樣做最健康的東西 他一來 他就說他本來是在做外面西餐的大廚 在台灣很有名的店裡面的大廚 他現在願意來做素的 那我想這個應該很好吧 他現在應該有改變 可是就有一位善知識馬上出來就問他 你還敢來做素的啊 你自摸你的良心想養 你來做了以後你的身體有沒有改變 可是你還在做 你的身體快要完蛋了 除非你吃素 我就問他說 他不是在素食餐廳在做嗎 而且他是大廚耶 他說師父你問他現在還沒有在吃牛排 還沒有在吃魚什麼什麼那些 西餐廳的東西 他不敢不承認 有 是因為他在做西餐的時候 爆肝已經好幾次了 性命都摧毀了 那一天 我說你回去後要不要改 他說要 可是再過一個星期我到他那裡去 我說欸 師父啊你有沒有改變 他不敢跟我講話 為什麼他太太 寧可這個丈夫爆肝死掉 你如果你給我 你再不願意吃分 我們都沒有素的 沒有分的可以吃 我跟你離婚 他未來要這個家庭 他說師父我隨便 來了以後我就不敢住在家裡還是要煮 欸這是一個喔 那另外有一個呢 他從非常年輕就在 台灣的那種 半島那種地方 全部都做素的 有些同樣就是那個餐廳 他說欸這個人喔 他在別的地方煮很多 他說台灣菜很好 所以這個師父呢 現在到我們這裡來了 他看到我的時候 眼眶就紅了 他說這段時間 有哪位法師 他肝病死的 啊我的爸爸也是在最近往生 我說你 此往生做回相反 我也不知道 欸 欸 到沒有多久之前再來的時候 我就說欸這個師父喔 我想他從小就做素的喔 應該他也吃素嘛 結果他沒有吃素呢 只是他爸爸往生了 他也想知道他爸爸到哪裡去 我就說啊他有這個孝心 能不能有因緣 那個狀生很生氣喔 你救你自己都沒有辦法救 你問問你自己現在還在吃什麼 你爸爸吃的更多 在下面 他嚇了一大跳 喔我說你不是說 從小就做素的嗎 對 可是他們那個家庭還是吃的嘛 我聽到這幾個喔 我心裡很難過 為什麼你們那麼素的東西給人家吃 你會健康 為什麼你們自己都還在吃這個 然後身體受到這麼大的傷害 而且那個不是爆肝喔 那個做台菜那個啊 車禍 很嚴重的車禍 好幾次啦 唉我就想 我們真的要到哪裡去吃到一餐 裡面完全都沒有毒素的東西 這個董事長是 他們是佛教或是一官大 他真的很有心要改變 然後呢 最近他們這些也就走上 比較正規的路啦 那我上一次我去看到他們的那個 裡面的工作人員 吃的東西也都是從他們那個 裡面弄出來的 以前我是不知道啦 那我比較晚回來的時候 我是看到這個 我們這一次法會開始 昨天啦第二天 有一位以前比較年輕的時候也常常到 只要有法會他一定要到道場來的 我看他昨天才來 他說啊我也准能來一天啦 那我 明天呢因為我有事 今天有事他也不能來了 他講他現在自己盡量吃得很清淡 希望他的身體健康情形也什麼 然後在聊聊天之間呢 他突然間聽到一個電話 打給我 打給他啦 他去玩了以後他說 欸師父你知道誰打電話給我嗎 我說你會知道他的朋友是哪一個 打電話給他 其實他有很多朋友都是我認識的 可是昨天讓我聽到這件事情 我心裡感慨也蠻深的啦 他就是說是中部的一位藝術家 因為這位信徒他也很喜歡藝術的東西 所以我認識這位藝術家以後 他也經常跟他聯絡 他們家裡也收藏了他的一些東西 我記得我吉光是剛剛開始在建設的時候 這位藝術家大概是第三年 第四年 差不多是十一年前 這位藝術家很難得喔 他們說某某人要找你 我出來的時候一看他 奇怪怎麼那個情形呢 中風 你想想看 佛教主也是會中風嗎 為什麼不會中風 問題是這一位藝術家 我想他們的家庭 他的家裡設了一個佛堂 大概就是我們這一間 因為他樓上很寬 有這麼大喔 我說一個在家裡能夠設一個這樣的佛堂 應該是非常謙誠嘛 每天都要拜佛 而且他親近的那一位老和尚 是對齋戒非常重視的 經常舉辦齋戒法會 那親近他的信徒應該就是 持齋也非常的認真受戒 對不對 那你看八關在界裡面 第一也是不殺生嘛 可是我說你怎麼會中風 那時候我問他 當然也有善知識就跟我講 師父你問他有沒有吃蛋 有沒有吃什麼 我一問有喔 那時候我們極光寺初期大概兩 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 他來的時候 我說你的藝術品一定要靠手 你的手不穩定的話 可能你這個生命就沒有了 我經常在校方服務正業 為什麼 他是做代書 那變成是一個攝影家 他經常舉辦攝影展喔 好 看過一次 然後在兩三年以後 我說啊你 那時候我就說 你改變啦 你不應該吃這個 你們師父 容許你們吃這個東西嗎 他笑一下 他就想 我經常要到外面去 但是我們的孩子還想 應該吃一些蛋沒關係嘛 再過兩年 第二次中風 他就想說 我現在跟某一些地方的 那個企業沒有啦 我的作品你要不要幫我推銷 像我這種 沒有名氣的我可以 我們的信徒願意覺得好的話 跟大家結個緣 我不能把這些東西當藝術品賣 我覺得我們的信徒 寧可拿來捐錢 大概也不會買一張 回去自己家裡掛著 昨天他說 他想要上台北來找他 我說他最近怎麼樣 他想了幾分鐘才跟我講 說他現在更嚴重了 你每天去參加拜佛喔 我拜佛是拜佛我吃 還是要照我的那個不健康的吃 所以我常常跟我們的信徒講 不是我要管你 你來拜佛就希望你健康嘛 長壽嘛 幸福嘛 快樂嘛 可是你在家裡做的那個條件不行啊 那我大概也不敢介紹 來給我們這裡的一些醫師看 他也是講啊 你如果不願意這樣子做不行 昨天我又碰到另外一件 讓我心裡也是非常難受的事情 我們這裡有一對夫妻 他們原本是沒有學活的 後來有一個姻緣 我還在能人寺的時候 夫妻就到能人寺 結果他的先生本來煙酒是不離手的 結果一下子就把他自己的煙酒通通改了 他的爸爸是一個軍人 一個將軍 可是那個老人家很有正義感 這位老先生也很有不報 他的女兒結婚以後 家庭也很好 一直都希望說 他家裡有弟弟來照顧他的爸爸媽媽 做工作的事情就不要太擔心 可是這個姊姊呢 既然是富貴中人 大概 他雖然是在一個國家國家 要讓他吃得很乾淨 沒辦法 那當然是在去年吧 他們這個姊姊呢 身體發生一些狀況 那現在呢 他就是說 用很多錢去請醫生 要來看 要讓他自己的身體好 可是根據有很多醫生 甚至像我講的ICLP 對於詹弗里呢 他也看到 吃婚的東西是在養癌細胞 讓他快點生長的 那他這個 我們這裡這個信徒的姐姐呢 她說 好了我盡量改一些 可是還是一直在吃這個 婚的東西 甚至因為家俊很好啊 身體不太好 而你也很孝順 帶他到世界各地去休息 可是最主要是 台灣有什麼美食 換來吃台灣的美食 美國有什麼美食 到美國吃什麼美食 澳洲有什麼美食 他就想 如果讓心情放鬆 大概就會好吧 昨天來 因為有那麼一點點姻緣 不可思憂 連他的老爹也來看他的女兒 普通 大概我們在那種情形之下 不會聽到一件事情 他們那個老爹突然間講 我現在沒有什麼痛苦 那我在一個地方做事 我們大家都很好奇 問他說 你在哪裡做事 他說我在陰間 我在管生死部 人家講 以你這樣的人 你也不會去做那個管生死部的 你為什麼要管生死部 他講的一件事情 我現在想想還想哭 這個爸爸竟然講 我的女兒受命 因為還不願意吃素 將會發生問題 那個爸爸說 我現在在管生死部 要延長人家的壽命 或者是要 捉短人家的壽命 當然是那個人的業障 可是那支筆抄在我的手上 你答應爸爸一件事情 好不好 那個女兒想 我要答應你什麼事情 他說只要你今天開始 你在這裡說 我從今天起 我絕對不願意吃眾生肉 我開始要吃素 你在紅磚面前發揮 我就可以拿紅底 增添你的福壽 不然你的福壽 應該是要用黑筆寫 曲線到哪裡 一直在求他女兒說 趕快你在這裡答應 我願意從今天開始吃素 他說我盡量啦 可是我不能花絲 我說為什麼 他說不方便 因為那個調味料 本來是混的 我以為是素的 我就買來吃 本來以為素的 其實他那個混的 我也不知道 其中就有人說 你可以 你很會看電腦嘛 Google上面就有 那個是素的混的 他說還是不方便 因為他也很疼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更鼓勵 媽媽你現在身體中央不好 我應該要帶你去吃一點 有營養的 坐飛機去吃 坐飛機去吃 不是說我叫人家回來家裡調理 不是說我叫人家回來家裡調理 沒有成就啊 你看幾次中風 然後現在已經乾燥 然後現在已經乾燥 我是比較 講話的混量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那麼好的高僧大德底下 他們還是這樣 可是很多人就會講 你們家佛堂那麼大 每天你就在拜佛 佛菩薩都不加倍你 那我們要來修佛嗎 像昨天那一位來 我就跟他講 你們家住的 就像房宮一樣 而且一個人 除了自己一個很大的房子以外 他還有好幾個別墅 山上有別墅 海邊有別墅的人 住的是像房宮 可是要他吃一個素的他不可 他做了很多好事喔 拿錢幾百萬幾千萬 他願意跑去做好事 可是別人的生命 放到你的嘴巴裡面 可能一喝 就是幾十條生命 你要燉補湯嘛 對不對 你現在不能多吃嘛 你就用燉的煮的 平時都免食吃很多 何況是現在 所以他老爸一直跟他講 只要你在佛前 答應一句 而且真正做 他說我做不到 這個大害師說 你做很多善事還是很快 那個身體壞掉死掉 可是你家裡很早就設有一個佛堂的 你仍然沒有把所有的生命 放在你的心中 沒有靈敏心 沒有靈敏心 我們有好幾位信徒喔 他出事吃了幾年以後 他出事吃了幾年以後 有一天那個縱書說 你不要以為你吃了十幾年 你現在走過那個你以前愛吃的那個牛肉攤 或者是說哪一家餐廳 你有沒有為現在還被吃的那些眾生 起一個憐憫心 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再被吃 我為我以前吃的求懺悔 希望所有的一些眾生 都不會經過刀斟之苦 你有沒有每次走過你就想 沒有啊 我就十幾年沒吃了 那你們怎麼還來找我生啊 對不起 你是現在不是 以前你從開始出生 一直到你比如說三十歲才開始出事 還是五十歲才開始出事 五十歲才開始出事 五十歲之前最先 你有沒有什麼時候你跟他超度過 他不只是問你們 在家居室 連出家人他都會問 你以為你們以前照了業 不用懺悔嗎 還是要懺悔 所以我因為有這種事情還在發生 其實我們講了多久 我不能講他們這些完全都沒有接觸 敬連也沒有接觸極光室 對不起 有時候我們還發現 你都來極光室很久了 你都來敬連很久了 為什麼你還要這樣子 師父我不是交給你嗎 師父你趕快做住啊 這些眾生你幫我超度啊 不對啦 我們自己吃的 我們自己懺悔啦 所以記住不是你來學佛 這是一個避風感 你要想我來來以後 我了解這個道理 是要從這些道理裡面 你每拜一個禪你就想 這個我現在還有沒有再犯 不是念過來以後 我的業障就消除 希望從這裡走出去的幸福 每一天自己都能夠多了解一點 把自己的業障多消一點 否則我再講一句 我敢替侯滿師也這樣講 你把錢拿得再多 你再來扶持這個道場多少 你在外面照業 你的業障照樣消不了 那希望這個地方是你們了解道理 真正的是懺悔道場 也是選國道場 好 請 請